耶 那今天的来宾呢 在这个疫情封锁 你哪里都去不了的时刻呢 他的经验写的格外的宝贵 因为你就算今天听了很想去 不好意思也是去不了 那你平常听了很想去 也不是马上可以去的 他是台湾第一位女性基地旅游探险员 陈千华 那千华先跟大家打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千华 这个我们先从最简单的问题开始问起 这个对不起 我把女性先分开 基地旅游探险员 你当初是怎么成为 或者怎么找到这个工作 我坦白讲我人生算幸运啦 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爱玩 从小到大就来 我是那种去机场啊 在路上我就已经开始疯狂 想说我要去机场了 这么高兴 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我其实念书的时候 我就是念外文系 念法文系 然后大学在国外找到工作 就是打工 所以我那时候就已经知道说我想往旅游业 但是当时候是想要去做旅游局的公关 就是国外旅游局推广公关 那因缘忌讳反正我先进了旅行社 所以一直来也都在旅游的大块行业里面 就是大范围内 大范围是在旅游 但是旅游业有上游中游下游吗 你可以在任何一个点工作都算旅游业 对那刚好我上游中游下游全呆了 对那后来就是在上游 就是在做 我也的确做了旅游局的公关 然后也因为这样在国外开会的时候 认识了这些基地旅游的公司 那慢慢的 是哪一个国家旅游局啊 之前是秘鲁 秘鲁跟英国 然后克罗埃西亚 斯洛维尼亚 克罗埃西亚 就像这些国家离北极好像也没有那么近啊 我之前一直在想说 是不是就跟北极有这个接壤的国家 然后你刚好当了旅游局说 嘿我们有北极旅程 也不是 也不是 因为基本上其实旅游这种东西 就是一个地球村嘛 其实并没有说你一定要多靠近那边 那如果是南极的话 你要说是哪一个国家靠近他 也不太算 阿根廷 对啦可以说阿根廷 但是其实对我来讲的话 他就是一个大行业 那也因为这样在国外开会的时候 包括是旅展啊 还有大型开会的时候认识这些人 那刚好十年前左右 就是亚洲的这些去基地旅游 开始有一点点起步 因为有一些炫耀感 就是大家都没有去 我能够去表示我有钱有闲 又有能力 有点像后来比较商业化的喜马拉山登顶 可以这么说 因为都是属于比较轻探险式的 其实坦白讲 极地旅游 我们目前的这种游轮式极地旅游 就是去基本盘的南极算是轻叫做 我们要叫做轻冒险 因为它不算是极限的 我们也有更加极限的 就像之前有去南极点啊 滑最后一里路一百多公里滑冰进去的 去南极90度 所以我们这算轻冒险 所以就开始慢慢旅游业在亚洲开始盛行上来这一块 比较普及了一些 比较我不敢说普及 但是的确 但也就是 它就是百分之一的人能够负担得起 可能更少 因为百分之一是我要付得起那个钱 然后要有那个体力 然后也要有那个时间 这个三个条件能够九星连珠连在一起 本身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觉得我刚好就是抓到那个时机 然后也认识这一群人 就加入一开始 其实我只是有点像那种饭店陪睡员 陪睡员听起来有点怪 导览员等等 不是这个陪睡员 就是这个导览吗 没有我是上 他们请我上船 去帮他们确认他们的服务 适不适合亚洲客人 所以比较像饭店 这有点像神秘课 室览员 神秘课 对对对对 不是赔税哦 不要多讲 有点像神秘课 就是我去测试所有的东西 对 符不符合亚洲人 譬如说床的长度啊 譬如说餐点啊这一些的 对软体硬体上 那他们这些船的公司 不同家还有都找我上去 做他们这些服务 然后给他们报告 都是游轮吗 因为你去南极 如果是基本盘 是游轮 你没有别的方式 那所以这个 像这样的行程 包含了下游轮 在南极 这个冰棚上面行走吗 不行 就远远的看 应该是 应该是说 所谓的游轮 我觉得大家会把它想做 好像是平常我们去做什么 公主游轮啊 然后那种大型的 也是可以爽到 但是呢没有这么大台 对那基本上在 这些游轮上去 你可以上 可以到陆地上的 可以到岸上的 这个你所有花钱 就是花在那个landing上面 我们也有包括这一块的业务啦 这是有的 所以我们也是要去尝试 到底是不是亚洲客人 因为有时候你办了很多的活动 或是给很多service 其实它不太符合亚洲的观光客 尤其是 我们可能不是那么想下去玩 或是不是那么想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有点像 目前能付得出这些钱 跟假期的 在亚洲来讲是属于比较年龄层 稍微高一点点 那你就要在冰原上奔跑 它可能 大家欧洲人 能够负担得起的可能还年轻 但是到了 这个我们说台湾好了 台湾或者是 这个中国大陆 能负担起这个 除非是新创业的那种 新创年轻的业者 否则都有一点年纪 大宗来讲的话 对你就要躺在那边 搞不好活活动死 我现在是很积极的一直在 过去这几年 我也很积极教大家 想说拍照一定要脱个衣服拍啊 这样才看得出照片是你啊 要不然每个人穿的衣服都一样 不然都是一个像圣诞老人的样子 然后整个脸鼻涕 这个口水一整脸 那就看不出来了 对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说出去玩 虽然说他们年纪比较 年纪层比较高啦 对 那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 我们在做推广的时候 我其实 常会不知道讲到哪里去 对 没有 你在做推广的时候 要怎么说服他们呢 对 所以我会跟国外讲 你通常已经比较老了 但是你要让他们说 那你出去拍的时候 很冷啊 人要死啊 那你要 你要展现出来 你终于忙了一辈子 终于可以负担这种旅程 你要享受它 可是老人家不一定能够接受 其实普遍来讲还蛮多 都让我说服成功的 真的哦 对 我觉得这一次我工作开心的地方 我比较喜欢跟人互动 对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在老外看到的时候 他们说虽然我只是请你来帮我 注意我的service 可是他发觉 哎 其实我怎么跟很多的 不同国家的这些 他们的贵逼 都能够融入聊得很高兴 对 那后来就我们其中一个探险大队长 他就把我招揽进去 就说 Selvie 你要不要加入我们 那从那时候就开始 我就进入到探险队 那进入到探险队 又跟刚才讲的 其实只是协助确认服务 是否满意啊 没有 没有 不太一样了 这个时候要付业绩压力吗 没有 探险队没有业绩压力 就等于是人家招揽来 你就负责带他活进去活出来 应该 对大范围来讲的话 其实极地的探险员 有点像我们现在脑袋想象中的 你去国外的当地导游的那种感觉 哦 有点像Sherpa 这个雪八人 对 就是他们是 以他们的专业 然后带领在 带领你在特殊的一个地点 做一些活动 大范围来讲 可是 我觉得这是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啦 但是大家没有想过说 其实你工作地点不同啊 其实 那种工作的一些模式 还有给人家 是完全截然不强的 而且你互动的人 其实都 可能甚至都不是亚洲人 对 可能都是 这个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是 那这样子 每一个国家的职业伦理 工作道德都不一样 那 这个 可是我 我其实很想问 我下一个阶段应该要认真的讨论 那是要做什么 可是我一直很好奇的是 这个 他们跟原配来的比例 到底有多高 哎 跟原配来 这个问题 其实跟原配来 都跟原配来 都跟原配来 所以这个算是比较西家带卷型的 你不会看到一个六十岁的老头 然后带一个二十岁的妹子 我们大老板有 哦大老板有 没有 我只有遇过一次 的确是他们在旅行社跟我们说的 的确是有说 他们的照片完全不能让我们船上摄影师拍到 OK 因为我们在船上一定会有个专业级的摄影师 这有可能是贩毒啊 就是 没没没没 他不一定是 哦 没没没 他的确是说就是他不想要让人家知道 他跟谁来 哦 那是不是原配 或是小三小四 小五小六 对 有钱人嘛 单纯就是我一个无聊的好奇心 那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广告周回来 就会讨论说 那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像极力探险的工作 刚讲了这个 Selvie已经做好准备 也在产业的中下游跟上游都做过了 那这时候 我如果是个消费者 我要跟Selvie一起去参加这个 极力探险 我会看到什么东西 我会经历什么样的行程 我们先进行广告 休息一下再回来 耶 POP 抢先报 好的 欢迎各位回到 POP Radio POP 抢先报的节目现场 今天现场的来宾是 陈千华 她是台湾第一位女性 极力旅游探险员 但我们刚才 问到最后 我们还是没有问 你认为一个极地旅游探险员 应该要有什么人格特质 会聊天 然后能够融入 不怕冷算不算呢 不怕冷我觉得算 但不是必要 不是一定要很不怕冷那种 就是从小生活在北冰洋之后 没有 但是体力呢 我相信 第一个当然体力要够 绝大部分来讲 你一定是属于outdoor 是那种跑户外派的 户外运动型的 对因为如果你是那种一直在喜欢待在室内在家里 报告就是我 那可能在极力工作会对你来讲会稍微有点辛苦 我完全可以想象 所以你看到我并没有露出哇好像羊 好像网的一个表情 因为显然我不适合 那但是这个体力要好的这个要好 是什么样子的工作 对什么样子的等级 其实它就有点像你今天如果是去户外滑雪 你会找一个滑雪教练 是 你去潜水你会找一个潜水教练 那等级就大概就是它是一个运动派的 然后可能它像 因为像我也喜欢滑独木舟 所以就是我们就会带到独木舟这样的一个活动 在南极跟北极 那南极北极滑独木舟掉下去是不是就冻死了 基本上 五秒内如果把你救上来应该还好 所以要快 对不对 就是跟涮羊肉一样 涮一下不可以太久 过手了 我们会尽量预防 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 那这是一点 那我觉得最最最大的一个特质 真的是人格特质 它绝对不可以 第一个它抗压性要非常强 因为它我们的工作地点不像大家一般在陆地上上班 你跟老板不开心了 跟同事不开心了 那我就去便利商店抽根烟 对 或者到咖啡厅喝个咖啡 走一走 可是在船上工作 尤其在基地 对不起 你走都走不了 就在那个船上 就在那个船上 那你一整天下来就是24小时就跟你同事 或是跟当场的那些客人们嘛 所以抗压性我觉得第一个是真的要非常的高 那因为这个有没有特殊的身体调试的状况 因为南极跟北极的时间跟温度 南极是不是有泳液 应该是说泳液我们遇不到 除非你是 因为不会在那个时候出发 对除非你是科学探险员 像我同事有的是科学探险队退下来的 那他们就曾经在他们的研究站待过泳液 对 四个月 那蛮挑战的 因为就是都晚上 对 这个 没有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很北极的电影 他说为什么 这个南极科学站发生谋杀事件 因为有一个探险员 直接跟他的朋友讲那本小说的结局 他本来要看四个月了 就你跟他讲说结局是这样 有可能 接下来四个月没有试看 没有人生目标 对 所以 所以也 那这个部分也就没有这个体内激素调试 什么特别激素的问题 有啊 所以我说我们人生是那种光明面 都是永宙 都是永宙啊 对对对对 我们是人生这个太阳跑的一群 那这样怎么睡呢 基本上你船舱只要把那个窗帘拉上 还是可以睡 而且当你累到不行的时候 隐还是睡 对对对 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个你要有体力 然后可能永宙的经历会很多 请问永宙过久了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调试 永宙是还好 但是但是永夜会出问题 因为我就说我刚才 我同事的确有人是带过永夜 但是因为他们是探险员 就是真的是在科学研究站 对 那他的确跟我分享过 因为四个月他们每一个月研究站的人 他会帮你做很多的那个 心理测试 心理测试 身体测试 对 但是永宙的话是还好 嗯 那有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 因为你24小时你是在一个非常狭隘的一个地点 是 那你就算你到了陆地上好了 嗯 其实也只有动物 跟那些你遇到那一百个人左右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探险队会让他的员工 最多不超过三个行次 三个行次 连续的吗 对连续 因为怕你一直处于这种工作模式底下的话 其实人是会有一些状况的 我是还好啦 我是有超过三个行次以上 但是就是我曾遇过一个同事 他是冰岛人 那大家知道冰岛人其实他是很能接受孤独的哦 他本来就很能接受孤独的啊 但是我那个冰岛同事是 后来是被赶下去 不是算被赶下船 是有点被探险大师讲说 你真的需要休息了 直接让他在一个提示的时候让他下去 因为他必须要让他去调试一下他自己再回来 要不然在船上会有很多的状况 那所以这些需求都了解了 所以如果想要成为极地探险队的人 你要这个让自己身体能够演化到变成这个样子 好这个我们就知道了 先不管 那我如果想要参与这个旅程 adventure 工作我先不管啊我要去玩了啦 谁跟你工作等等 我要先去玩 你叫目标 对我是消费者 那我期待 我可以期待我会有哪些menu可以选 我有哪些套装行程可以选 基本上来第一个你一定是想要来看动物 我们讲南极是目前最大宗好了 就是你一定要喜欢看动物 企鹅是最大宗 鲸鲤鲤鲤如果你算他是浮游生物的其中一种 鲸鲤就有老子人拿那个很重要 因为那个虚惊要吃 几乎所有的动物都吃他 对所以这一点是蛮重要的 那再来看动物 看动物绝对是一个最大宗 看极光呢 极光没办法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 是永州 哎呀忘了 所以所以你要去北极或南极在永州的状况下 看不到极光啊 嗨呀 北极可以 北极因为他的那个旅 北极的旅游季节是从五月到十月初 所以你大概在九月 尾声 九月那个时候 九月中差不多就可以了 你去格陵兰 因为格陵兰是我们在极地旅游 所谓的一个真正的北极 嗯 然后你就有办法看到极光 OK 那是唯一的机会 但是我要去镇北极就不行了 没办法 对镇北极的话 基本上就是永 永州的时候 你看不到极光 因为解冻的关系 所以蚊子就在没有什么天敌的状况下 逐渐成长 对啊 据说长到巴掌大 那所以没有极光 那我的合理行程 像譬如说假设我要从台湾出发 我要最完整的 最贵 没关系 钱不是问题 虽然对大部分人来讲 钱都是问题 但我们这个假设里面 钱不是问题 我从台湾出发 我接下来会怎么旅行 一路 我们讲南京 因为南京应该大家最想去啦 就是一路的话 你可能从 为什么拿家最想去南京 应该是说大家对于北极 很多人会跟你讲北极我去过了 真的假的 冰岛北方卡到北极圈 哦 加拿大北方也北极 俄罗斯北方 芬兰的什么圣大小公公村也是 算进北极圈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 啊北极我去过了 学生大哥你之前讲嘛 去极地旅游有部分是要炫耀的 就是要炫耀 就除 他除非真的很在乎那一个 真北极那一个点 否则他觉得沾到边了就OK 绝大部分我遇到有一点偏向这样子啦 嗯 对那 所以才会说南极的话 是大家普遍来讲 在极地旅游的第一站 商业性感觉比较好 对对对 对旅行社来讲比较好卖之类的 那南极的话 对于台湾来讲 你就是要么从美国转机 要不然就是从那个杜拜 或是欧洲转机转到南美 之前好像都是从美国转机 在LA 然后再转16小时到 不知道阿根廷还是哪里 就是南美 对最后的话是到阿根廷 嗯 百分之95的南极旅游是从阿根廷出发 所以现在我在讲也大部分都 你就飞到阿根廷 嗯 然后再到他南部的乌书华雅 哦 这真不知道在哪 他就是我们平常所谓的什么火地岛 全球最南就是北半球最南端 因为我只记得我有认识一个朋友 他们华顿商学院的毕业旅行呢 是去南极 去南极 我想说果然都是有钱人 华顿商学院对啊 对啊难怪我们华顿商学院 他EMBA一年要8万美金哦 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小钱 小钱小钱 所以呃往火地岛 对然后从火地岛进入到南极 搭船进到南极 大概就是1100公里 嗯 那是最近的一个点了 对 所以你就是从面上船 那要怎么交通过去呢 呃前段都是用飞机嘛 呃对 然后从乌书华开始你就是搭船了 嗯 你就搭 看你是搭哪一个探险队 或者是搭哪一个游轮公司 他在南极的一个船 那你们从乌书华开始就接手了吗 对我们就是在乌书华接手 所以我们的人生就是乌书华一直来回 哦就这样啾啾啾啾来回 听说阿根廷的牛肉很好吃是不是真的 哦赞 哦 赞 那但是你乌书华又没有办法回阿根廷 有啊 因为乌书华就阿根廷啊 只是说他远了点 本地运过来的也还是有 也还是有 好那就是吃很多牛肉 我会建议有大家是在 布宜诺塞的历史首都吃牛肉 嗯 或吃肉 嗯 到了乌书华吃那个帝王蟹 哦那边南极有帝王蟹 有有他那边有帝王蟹 好我一直以为就二货赤克海有 但南极也有 对对对 好 你就到了乌书华吃帝王蟹 就不要再吃牛肉 你都花得起八万十万美金了 那当然帝王蟹应该也吃得起 这是没有问题的 哦绝对绝对吃得起 绝对吃得起 所有人都吃得起 其实它不是那么贵 尤其在产地 但好吃 对好吃 那所以在那个时候 好我们已经聊完基本吃的东西了 那要再往 呃南走1100公里 然后就可以进到南极大陆 就进到南极的 我们平常讲南极半岛这一区 就开始玩了 那基本上我们在整个旅程当中 大部分都会over 譬如说landing 就是到岸上 上岸 对上岸是你花钱花最多的 嗯 那因为极地旅游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点 就是在南极 它是规定每一个登录点啊 你不能超过100个人 哦 对 避免破坏环境 而且垃圾 就是你带多少去要带多少出来 对 这是很重要 那边如果想上厕所怎么办 回船 哦只能回船 对只能回船 嗯没有岸上没有任何洗手间 所以这跟你人数有相关啊 我其实不在乎有没有洗手间啊 不行 我只是说我不能尿在那边就对 对 哦好吧 我们要保护环境 没错 那到底还有什么好玩的 我们先进个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聊 耶 POP 抢先报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POP Radio POP抢先报的节目现场 今天的来宾是陈千华 我们刚刚一路聊就是 呃如果要去极地旅游的话 我们现在要去南极玩 好 已经 扑扑扑扑扑 开到了 开了1100公里 呃前面飞行我就不管了 据说 据说很累啊 好像在LA没有 connecting flight 要等一下 我会建议大家 其实从欧洲转 或是从那个杜拜转 是最舒服的 杜拜 诶那你要在杜拜机场等多久 三到四小时 哦那还好啊 嗯 你会要洗个澡啊 哦对啊 就是反正你做得起这个 也大任商务商 诶也可以有休息啊 三四个小时洗个澡 吃个东西 然后就再上机再往南美飞了 对再往南美飞 这是最舒服的 那接下来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聊到了 那我们就呃 船就啵啵啵啵开到南极去 然后每一个landing site 就是每一个对不起 每一个靠岸点最多不能100人 那但是看案件要看什么呢 到看案件的话 基本上最大宗 那就是我刚才讲动物的栖息地 嗯 这是你看到最壮观的 其实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你真的额预算够 嗯 你的假期够 嗯 最好去拼 亚南籍的South Georgia 南桥治群岛 那个南桥治岛那边 因为它是目前国王企鹅的最大宗 嗯 因为大家很多人以为说 我只要去南极 我把所有的企鹅一次看完 哦不是哦 并没有这回事 哦 如果像刚才我讲的 你从巫蘇华雅来回 它是一个短天数形成 嗯 台湾出发全部加起来 大概是17到19天 嗯 不等 像这种形成 你可以看到两种企鹅 嗯 就基本款 对 对 但是 国王企鹅跟什么企鹅 对不起 国王企鹅没有 哈啊 没有国王企鹅 对没有国王企鹅 你只能看 你只能看到的就是 Chinstripe 嗯 就是夹面企鹅 嗯 跟绅士企鹅 这两款 那如果说 我相信大家 现在因为instagram social media很盛行 对啊 所以常常会看到 哎 澳洲没看到国王企鹅 嗯 国王企鹅目前最大 你可以看到的栖息底 是在South Georgia 嗯 那那个行程 你前后从台湾出发加起来 你大概要帮你自己准备 25到30天 那为什么从火地老过去 还要那么久 因为它其实是不在正南极 它是在亚南极 那所以意思说 我正南极大陆 可能有几个点 然后要再往亚南极 对你要再往 再多走 对对对 通常你会先去South Georgia 再来南极半岛这一区 嗯 那这个都是需要跨海 你都要花到时间的嘛 哦对 你可能都要规划好才行 哦对 就是绝大部分 大部分还是要透过旅行社 嗯 去做安排 那这个绝对是你去了之后 你可以 之后也不用再去南极了 哦就是 最精彩的就是这个 因为它真的是 南极里面的生态圈 最大生态圈 其实真的是在South Georgia 呃 请问现场看到那么多国王企鹅 会有什么感觉呢 就是所谓的树大便是美 哦就是有满山遍野 也都是国王企鹅 对 那国王企鹅 呃 那个时候他们会在做什么呢 哦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你每一个月份 南极的旅游季节是从10月 一直到隔年3月 嗯 每一个月份去 基本上如果你只是去短天数的 南极半岛那一区的话 月份不同 你看到的行为不同 嗯 因为动物它会有季节 哦对 因为那是南半球的夏季 对那 国王企鹅什么时候球偶什么时候 对啊 有球偶有交配有 嗯 哦 抚育小宝宝 嗯 小宝宝出生 对 然后到脱毛 嗯 那这个是在你去短天数的 南极半岛的话 看到 呃 你就要很仔细说 譬如说我是拍照 喜欢拍照 我想要拍 交配 嗯 那我就一定要在12月中之前去 要不然不太有机会看到 遇到交配 就是 动物A片爱好者 诶对 想要做的事情 哈哈哈 然后 但是如果是去South Georgia 国王企鹅 那因为国王企鹅 他们是属于亚南极 嗯 所以他那边的气候 很多人去他会觉得 这真的是南极吗 怎么没有冰天雪地 没有很冷 他其实有点比较绿意盎然的感觉 但因为这样国王企鹅 他的生长的周期数 就跟一般企鹅不同 不一样 对 所以国王企鹅是 你只要从10月到3月 其实你每一个月份 不管哪个月份去 很多精彩镜头 你大致上都有机会 就是有不同的 他可能有不同的flog 就是会在不同的阶段 对 对 这一波在脱毛 那一波生小孩 那一波在扶育 所以基本上都拍得到 大部分都比较有机会 嗯 对 这种自然生态旅游 没有办法跟你guarantee说 那你去一定拍到什么 你也没跟他们签约嘛 不好意思这群麻烦现在做爱给我看 我都是说这个是 这可能也不行 对 对 然后打标那个 那所以你说看动物 刚刚有讲 那有赏金行程吗 有 所以除了像企鹅海豹 这些都是海洋部位的动物 你就可以 我们会看到海豹吃企鹅吗 诶 有机会啊 嗯 之前我们在2月份就有遇过一次是那个虎精 嗯 就是平常我们讲的killer whale杀人精 对 那他们是那种比较像狼性社会 嗯 他是妈妈带着大家去追捕猎物的 对 我们就是看他在追捕一个阿德利企鹅 嗯 很可怜 嗯 然后吃完他的之后呢 哦 这20多条的虎精就跟着我们船在旁边玩了 那是想 就是吃完就要玩是不是 对对对 吃完就是玩 那你们 我们可以喂他们吗 不行 哦 譬如说我把一个船员丢下去 没办法 不行哦 我们不是马戏团跟那个 好不 刚好是水族罐 那他们就会绕着你的船完 看情况 他们是怎么样子 是绕着油 然后会 不停的出水吗 表演吗 还是怎么样 其实他们做的 因为他要呼吸 嗯 一定 如果说今天是做头精的话 就很明显 大家都想拍他 就是那种出水 或是那种鱼药龙门那种翻身的感觉 虎精是比较好 虎精因为他太小 他比较小只 嗯 所以其实虎精他动作非常快 我们常常是我们探险队看到 远远看到虎精群 嗯 想要用广播跟大家讲 哎 赶快出来阳台 呃月台 不是月台 对 阳台啊 或是甲板上看 甲板 已经跑掉了 哦 所以那一次是 那一次是真的很 我们也很开心 就船长跟我们探险队 就是直接 我们就把船停在那边啊 完全不动 对 然后将近40分钟 哦 让你们慢慢在那边游游游玩 对 然后大家拍得高兴 嗯 那呃 所以刚刚讲金鱼器啊 还有什么其他东西 可以看到地景是 landscape我可以看到什么 landscape我会讲很像 也是看月份 像我个人呢 很喜欢 就是那种水墨化感觉的话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中 诶等等 是南半球 南半球 快要 还没到陆下 那时候应该是初天 对 春天的时候 但其实你没有感受那么多 因为还是会冷啦 嗯 只是没有那么冷 那那时候 因为雪还没有融的太多 因为你只要光光过一多 你一定初雪很漂亮 第二天你就会觉得天哪怎么那么脏啊 哦 因为脏脏的 对 那如果说你想要拍那种水墨化那种 诶 冰天雪地感觉的话 我会建议也是12月初先来 嗯 然后如果是12月中之后 你可以偏向比较偏动物 嗯 那在极地旅游的话 其实也不管 不单单只是landscape 或是动物 你可以滑 刚才讲独木舟嘛 对 它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但是 你一定要本身有过一次的经验 哦 你要滑过独木舟 kayak 你绝对不能把基地当作是我来体验的 第一次的经验 那也许是你人生最后一次的体验 诶 这个我们会比较禁止了 然后再来还有露营 嗯 可以在 露营啊 对对在南极大陆 露营 不是合法的吗 是啊 嗯 但这个要安排 就事先申请 对这都是事先申请的 那有人数限制 嗯 对 露营我觉得也是一个 如果你想要体验一下 在南极大陆上厕所 嗯 露营是唯一的一个机会 唯一 嗯 对 虽然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有什么好炫耀 但感觉好像很吸引人 很吸引人 但我觉得虽然我也没做 因为我也会害怕 哦 也不是啦 就是 那那个都是要封闭型的那种可移动式厕所 呃 其实不是 我们帮你盖 哦 有点像那种厕所冰屋 哦 哦 对 哇哦 很酷吧 呃在里面还可以喝酒 然后 有点 诶等等上厕所 诶没有味道啊 诶没有味道啊 没味道 好 这个听起来是很不错的 所以还有什么 样子的南极行程 会是 大家可以体验的呢 有那种户外buffet吗 有 我们会有户外的barbecue 诶 然后 等等 烤肉就是可以的吗 呃 可因为 我说的户外barbecue 它其实在南极的话 你是在你的船上户外夹板 在船上的夹板 但是 诶 在正北极90度 嗯 你可以做户外barbecue 这就是户外barbecue的点 哦 它真的是在雪地 它在一个大型浮冰上面 诶 诶 但烤肉烤烤烤 冰不会融 不会 因为那个 因为大家把冰想的太薄了 冰是很厚的 其实是很大的一块 非常非常厚 更古以来都存在的 你会认为说 你在一块陆地上 其实不是 你是在一个冰层上面 嗯 然后在上面有玩 呃 正北极 不然都讲不到了 所以在正北极就变成是 比较像是户外活动 正北极我们会在那边 停留将近六个小时 就六个小时而已哦 到了正北极之后 因为你沿途有别的 但不能顺在那边吗 不行 笑阿梦生 当年哈哈哈哈 你看思考特 还没有活着回来 那但就是六个小时 不能多 对 就是六 绝大部分大概就是 落在六个小时的时间 对 那我们会在这六小时 办很多很多的活动给大家 就你想要跳舞的可以跳舞 对 因为其实你从 任何一个点要进入到 正北极 都需要好几天的航程 所以就是沿途 我们会去别的景点 做landing 嗯 但是我们的目标是 正北极90度 而且正北极90度 不是大家想说 就是那一个点 嗯 其实它是在浮冰上是 那浮冰是到处飞的 对 那我们当然就是用GPS 去去找那个定位 然后正附近找一个 可以容纳这么多人的冰层 嗯 所以是比较难得的 然后你的登陆会用直升机 嗯 因为在南极是用Zodia 用那种像汽艇 对 对 北极你是用汽艇 但是你用直升机 俄罗斯的那个货运 军用货运直升机 我忘了它的编号了 就它后面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啊 嗯 那所以 呃 那这样子就六个小时 大家 能做什么 像你刚刚讲的烤肉 你在那边我们有家门的画家啊 带着你去做户外写生 然后踢足球 嗯 踢足球 对 然后你可以很多有广场大妈舞过 哦 真的 对对对 户外BBQ 哎 健行 嗯 在那边可以健行 然后在那边我们会帮一些科学研究员他们做一些 侦测 嗯 你可以一起加入我们 还有采样什么 对对可以一起加入我们 但我很好奇 如果你要到正北极的话 你路上还会有其他的landing sign 那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一大片 一大片冰啊 没有 其实没有风景 应该是说大家正北极的 北极跟正北极大的目标点是在北极熊啊 哦 对 所以我们需要去寻找北极熊 所以我们讲寻找 因为不一定找得到 对 尤其是这几年其实越来越难了 难度是增加的 它不像说你今天去南极 我们是直接去栖息地 对 对 那北极的话 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希望说透过这个节目可以呼吁大家 其实 真的像这种生态旅游 真的需要我们人类去保护 因为你没有办法阻止人类 不去新的地方 嗯 所以与其阻止不了大家去探索新大陆 那我们不如好好教育大家 如何好保育这个地方 嗯 是 呃 我们先进入广告休息一下再回来 耶 POP 抢先报 好的 欢迎各位回到POP Radio POP抢先报的节目现场啊 刚才已经带你去过南极跟北极哦 但是北极部分我们讲的比较少 我问一下千华 呃 北极部分的交通刚讲的是那一艘核核动力破冰船 正北极的话是 如果你今天只是要去北极的 我们在探险队里面讲的北极就是讲格林兰 嗯 什瓦尔巴 对 法兰西 约瑟夫岛 嗯 平常大家在想的什么芬兰 什么芬兰 圣诞老公公村啊 这个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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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旅游经典 旅游经典 旅游经典可以去的 哎呦不要这样讲 我们今天正北极团不走这个 嗯 就是所以我们在讲一般的北极行程跟正北极的话是不一样的 嗯 那正北极的确就是目前这一艘核子动力船 嗯 那如果是一般北极像格林兰啊 什瓦尔巴这些地方 你有别的交通工具了 对你就是一般的呃抗兵级的船就够了 但我如果要做这一艘破冰船 它一年有几个航班呢 呃五个 哦五个 一年只有五个航班 所以是能够跟探险队配合的航班 他就试出 我们其实全球目前只有两家公司可以去操作这项业务 那我们就是每两年会跟俄罗斯的军方做一个开会 那他就是试出五个航次 那这五个航次就是由我们这两家公司去做share 那大部分就是我目前合作我目前比较合作的探险队 我们是三个航次 那另外一家公司他们就是占两个航次 每年都这样分 所以他的难度就是要把它填满嘛 还是说他的难度是太多人来我要把它推开 应该是 嗯 像现在因为大家对于正北极就是像对岸强国的关系 所以中文的探险队人员这种需求是比较高的嘛 嗯 对 那也的确是邮轮旅游在这几年其实已经到顶峰 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嗯 绝对是顶峰 那当然 但是现在有好多家邮轮公司不知道能不能趁过去 所以这是蛮可惜的 所以我们其实也不是说要把它挤满 我们是希望说 让有机会的人 让他可以在完整的教育制度之下带他去玩 OK 请问这个多少人可以成团 哦 这是旅行社的问题 他们能凑多少人 我其实问这个只是想要知道说 呃是不是呃会有可能因为原来开这个时段给我结果人凑不起 他没有最后没有成团 基本上不至于 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旅游 对 那台湾的业者普遍来讲正北极因为预算的关系啦 所以他其实还算是一个比较金字塔顶端的一个行程 所以通常台湾出发的最多最多也就是一次来就是来20个人 哦 除非这个像中国大陆可能某些 他就包船 包船 包船是多少人 100多个 哦 那这样子 其实这个是很特殊的旅行啊 我觉得 不管呃 大家对于极地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看看我们的先邪先烈啊 要牺牲生命才能够去一趟 啊你现在有钱就可以去 那甚至你如果再穷一点 你可以去个冰岛或者是去个芬兰也可以 卡在北极圈 对 那我觉得这是现代人类的幸福啦 好歹我们多活了 比这些前辈多活了几百年我们要善用这些事物 所以呃 如果我最后问一句话 千怀你觉得 人们要去参加南极或北极的团的话 他的心理建设要怎么做 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胜选哦 因为你你没办法自己去南极或北极 你一定要参加呃团队的 对他没有自由行这一件事情 没有办法 你可能自己去跟旅行社报名 但是你一定是参加旅行社 或者是船公司 就是游轮公司的安排 嗯 那我觉得就是尽量去选择有社会责任的 嗯 探险队或是旅游公司 嗯 因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你真的没办法阻止大家 因为很多人都会说 你这样一直在推广极地旅游 嗯 那这样不就是在破坏当地吗 嗯 那尤其是今年疫情的关系 而且我也觉得 有了小孩之后我也希望说我以后后代子孙 嗯 可以永永远远看到 对 所以我就希望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些极地旅游的 嗯 操作单位可以挑真的是有社会责任 对 然后会教育你们如何去那边不要做大破坏 嗯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 对 所以大家在继续经营 预计明年你预计要恢复这个行程吗 我们希望今年年底 我们希望今年年底 对啊 哦今年年底就已经是南极的行程了 年底就是南极的季节 好那我们希望这个您的旅游行程能够早日开放 让更多人可以去南极或是去北极看一看 那致辞明年北极的时间应该也可以啦 以旅游的状况来讲 对 因为再不能出国 我可能到疯了 真的 那这个今天非常谢谢台湾第一位女性极地旅游探险员 陈千华来到节目现场 也希望大家在疫情之中一切平安 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PopRadio联播网北部FM91.7 陶竹苗FM90.7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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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